男人就去讓我們吃, 真不好意思 我們男人的朋友, 用完你就即棄你了 我已經拿了飛行道 進來這個路線 你還要買國家公園的票 這次我玩得好一點 我玩出他們的最優秀 因為裡面可以吃東西和喝香檳 待會有人會專程帶我們去坐車廂 進去看看有什麼要看 好像很多人排隊 這些就是經濟客位 其實很有趣, 每人都有一個車廂 但是我們的車廂當然有食物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剛才我竟然點了熱朱古力 應該點香檳, 真傻 你看, 有桌子 現在由車長帶我們進去我們的車廂 我坐下了, 這個車廂比較小 所以它一個箱子裡有四張桌子 之前沒有那麼多人的時候 一個車廂只有兩個人 現在我們四人夾著後面有兩個 但也不要緊 我們兩個人可以撞到兩張桌子 現在的食物可以吃到你了 你好, 謝謝 你看到, 剛才我們進來的時候 已經點了菜 我老公吃三文節 我吃這個羊肉湯 來到這裡, 它會有一個兆禮物給你 然後每人有兩杯飲料 還有一個耳筒 你可以聽著不同的語言 去介紹周圍的風景 這個就是我的羊肉湯 熱的, 先試一口 Sumon Sade 很不錯 雖然我覺得世上最好喝的羊肉湯 都是冰度 但這裡真的不差 還有一拿麵包給你 然後我老公很聰明地點了啤酒 所以我也忍不住 因為現在車廂裡有一點熱 所以我想喝一杯冷的啤酒 在大約19世紀尾的時候 烏斯維亞是一個流放地 即是放逐囚犯的地方 而這輛蒸氣火車 就是為了被囚犯運送木材而建 所以又稱為囚犯列車 到了大概1947年左右的大地震 大部分的路線都斷了 沒辦法之下唯有停止運作 直到1994年再次重建 還在英國引入了新的蒸氣火車 成為現在這麼受歡迎的 世界最盡頭火車 已經開了火車 其實沿路的景色也很漂亮 周圍都很綠,有些水 還有這個音訊軟件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語言 聽聽我現在說甚麼,這樣插上去 留下你的語言,中文也有 然後你就可以一直沿路聽著你說甚麼 這個時刻是音樂,還沒有人說話 我也有,有人說話了 我覺得你真的會想ię我 REALLY不,那是聲音 這隻不如放下來 這是鞋鏈疫情 車,我吹了這些感覺 但是人émelt 用了很多人走 不能太多走 拿出來嗎? 這樣會是有機構 那些監犯就是這樣來到這裡 用這些火車去混木 你看到已經有個角色表演的角色 我們坐超級學校的 就有這張照片送給了 剛才那張就是這樣,挺有趣 而且如果你想要數字的話 網上你也可以拿回 這張就是剛才我們拍的照片 大約兩個小時的旅程 帶大家走了七公里的路 價錢每位大概是港幣300元左右 已經包含了午餐和小禮物 如果從他們的冬天來 即是每年的五月至八月左右 坐著這輛暖暖暖的蒸氣火車 看著白雪雪的雪地環境 真的超漂亮的 我聽到他吹雞了 代表我們要回來了 是否很有趣呢?這個車廂 給你看看,其實真的很矮 剛剛好,如果高一點也要烏低身 我想說今天很大浪 我打算不可以出海了 誰知道也能出海了 對,我們出去吵這個王蝦 是需要這麼多人力的 因為我們正在衝浪 你看多厲害 可以嗎? 有三隻 也很大隻 我想寶寶要回落吧 對 我們只要吃一隻大隻 很刺激 很刺激 很大隻 這是我們的午餐 這是我們的午餐,對吧? 我的天啊 這很大 很厲害 剛才他說了 我們只能釣男性的皇帝蟹 他也能釣到的 這個王蝦 我想問我們它們 是加油 然後這裡才算是 你怎麼會釣招好 對,這裡正常鋒 我想說你們這邊有什麼樣子 我們有什麼樣子 坐在這個位置看著這個玻璃 像一幅畫般漂亮 看到剛才的漁夫已經在外面 正在享受這個海 餐廳很小的一間 是漁村餐廳,有幾張桌子 這個就是待會我們喝茶的熱爐 我們的皇帝蟹 現在已經用外面的海水煮沸 只煮沸三分鐘就可以吃 現在坐下來喝一杯家製的檸檬 不同的地方都會用不同的工具去開 但他們就用這個像匙羹的東西去做 很容易把東西放出來 嘗嘗一下,一口就放在嘴巴 我覺得是特別好吃 因為用外面的海水煮沸三分鐘 再放進冷水裡 所以吃起來有點冷 鮮味比在外面的餐廳吃的 真的不錯 它浸了冷水後,肉質比較固執 而且我覺得冷吃是很美味的 是不是很棒呢?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參加這個皇帝蟹一日遊 價錢每位大概港幣一千多元左右 已經包了酒店的接送 以及這一餐這麼美味的午餐 不過大家記住要遇上一天 因為這是日程旅程 要八小時左右 那麼多的 我幫我領著燈蛋 對 麻煩你 我試這條 為何你已經偷雞吃了一口 在拍我開殼的時候 很甜,很棒 好,經過這個… 我猜大概是十分鐘內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整隻蟹清掉了,你看 清光了 但我想說 經過這次用匙羹開蟹殼的體驗之後 我已經成為專業剝蟹員 我可以用匙羹擦一隻皇帝蟹 多麼厲害,很棒